交通部推出疫後交通公共運輸方案 規劃北中南三大生活圈月票補助 宜蘭縣未被列入北北基陶生活圈 縣議員陳靖宇特別利用今天部長來宜蘭考察的機會 為縣內通勤組來請命 建議將宜蘭縣納入北北基陶生活圈月票補助 北北基陶的這個月票 宜蘭一定要納入這個大生活圈 變成北北基陶儀 這樣才能夠實質讓這些用路人 減少車輛在高速公路甚至在所有的運輸系統上 用大眾的運輸系統來轉換成他們的交通工具 我相信這個可以有效的減少塞車的情況 甚至在假日的時候我也希望說我們交通部是不是可以去規劃 往宜蘭東的部分能有更優惠的票價 讓民眾要來宜蘭東旅遊的時候不一定要開車 對此交通部長王國才指出 這項交通公共運輸方案完全尊重地方的區域聯盟 宜蘭縣可以選擇加入北北基陶生活圈或是單獨爭取補助 完全尊重縣政府的意見 現在談到北北基陶的月票 我這邊是這樣想 就是說事實上我們現在在討論的特別預算的月票方案 是很尊重地方去做區域的聯盟 這意思是說宜蘭縣政府這邊可以選 比如說你要不要加入北北基陶 但是這個部門必須跟北北基陶四個縣市討論一下 要不要加入他的120的月票 另外一個就是自舉做宜蘭縣的月票 這個也是一個方式 我們都尊重 而縣政府交通處則表示 已經針對交通部訂定的補助原則提出計劃 分為搭乘國道客運到雙北 以及搭乘縣內大眾運輸的通勤組等兩大類 向中央爭取補助 預計國道的通勤組月票落在1800元到3000元之間 縣內通勤組則是落在750元到1250元之間 公路總局那邊大概在2月初有跟地方政府召開相關的會議 那目前就這個通過的版本裡面 大概會有幾個方向 一個就是說都會型的 一個就是說從這個地方政府 那根據他特別的需要來去提相關的月票的方案 那宜蘭大概會有兩種型態的這個通勤組 那一個就是說每天往返宜蘭到雙北之間 利用國道來做通勤的這樣的一個上班的族群 那另外一個是縣內的這個 包括通勤跟通學的這個族群 那現在縣政府提的方案 是有兩個方案 包括這個往雙北的這個 所謂的跨城進行的月票 那以及這個縣內的兩種方案 縣政府都有向交通部這邊來提案 那目的是通盤的全面來照顧 以縣內的這個通勤組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新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